猴沫对于街头毅然满脸不屑 这个难度他来他也行 街头毅然不甘示弱 表示可以丢些东西过来增加难度 猴沫听后毫不客气 今天是辛普森家的自由活动日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间 猴沫开启了吃货之旅 只要看到的美食都要吃进肚子 最后连火把都不放过 八载剑侧主动送上了火油 猴沫因为舌头受伤住院治疗 顺手拿起了旁边的糖果 这一吃之下可不得了 味道简直太重了 还是换个柠檬味的吧 猴沫被酸得五官都扭曲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经过检查发现 火焰烧伤舌头上的细胞后 长出了新生的细胞 这些小家伙现在非常的敏感 所以以后只能吃清淡的食物了 猴沫得知这个消息如遭雷击 难道再也吃不到墨西哥卷饼了吗 猴沫现在真的很痛苦 不管什么食物都是难以下咽 就在这时立沙递上了学校的午餐 猴沫品尝过发现很合胃口 这简直太棒了 以后他就要去学校里吃饭 猴沫为了蹭饭无所不用其极 直接化身为食堂大叔 不过做法实在有些重口味 简直太丢人了 八载成了孩子们嘲笑的对象 就在吃饭的时候 八载要求猴沫离远点 猴沫过于无奈只能换一桌 正好这边有位孩子的妈妈 她对于猴沫的处境很同情 她的孩子不仅很听话 而且成绩优异 随时都可以背送出各州首府的名字 猴沫看得目瞪口呆 这样的教育方法真的好吗 女人对此自信满满 如果你儿子的成绩很差 以后就只能做我儿子的司机了 猴沫听后不甘示弱 八载以后可是要当总统的 女人讽刺道 看看你的儿子在干什么吧 就在这时 丽莎也过来吃午饭 但是所有人都不想和她坐在一起 最后只能躲到角落里 不仅儿子不成钱 就连优秀的女儿也被排挤了 猴沫看到这一幕很难过 这都怪马吉没好好教导孩子 猴沫回到家后准备兴师问罪 马吉却是一副神情迷离的样子 对猴沫所说的事情毫不在乎 这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在此之前 马吉想换台新的热水器 在打扫地下室的时候 发现了一间桑拿房 看来是原房主留下的惊喜 可以好好的享受一番了 马吉不由幻想起了以后的幸福生活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猴沫 猴沫又告诉了朋友们 然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桑拿房的存在 这样的场面太可怕了 还是先独自享受一段时间吧 猴沫见马吉对孩子毫不关心 这才意识到一个问题 难道以后要自己管教孩子们了吗 猴沫来到学校里 发现了很多直升机父母 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直接把孩子带上天的父母 谁说西方不在乎教育的 猴沫看到课堂上的八仔很震惊 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仪式无成 他必须要做点什么 最近学校有个模型比赛 猴沫希望八仔可以取得成功 于是来到商店里挑选了一套最复杂的 其他家长听后都很震惊 那个难度太大了 肯定会失败的 等着受挫折吧 猴沫对此不屑一顾 这东西不是有脑子就行吗 另一边 猴沫为了提高丽莎的社交能力 特意买了一本书 用这上面的方法 就可以让你拥有朋友 第一招叫做 把带刺儿的话包装成好听的话 嘿 莱妮 你没在马戏团工作 怎么穿上背带裤了 莱妮听后很得意 可转瞬就反应过来 这是在嘲讽自己像小丑吗 固然感觉好自卑呀 你能和我做朋友吗 效果好像不错 再试试第二招 各位 想来点冰爽的酸奶吗 大家听后都发出了欢呼 可紧接着猴沫的话风一转 抱歉 老毛子 我说的这些人中并不包括你 老毛子听后悲痛欲绝 这怎么有点像POA呢 效果虽然很显著 可丽莎并不想用这样 伤害别人的方式 猴沫随即又用了一招激将法 这本说是给成熟女孩看的 你确实不太合适 I'm a big girl I'm a big girl 嘿嘿嘿 猴沫回家发现巴仔正在组装模型 这可不是孩子该做的事 父母需要帮助孩子完成 这可是直升机父母的必要工作 猴沫就这样一直忙到了深夜 为了孩子还真是不容易 渐渐的他感觉眼皮越来越沉 睡梦中猴沫成了一名古代的工匠 每天都在辛勤的修建教堂 游荡的灵魂出现在了身边 有的在赞赏猴沫对巴仔的帮助 有的却认为这会毁了孩子 猴沫听到了他们的争论陷入了挣扎 模型比赛开始了 其他孩子都完美的完成了作品 唯独巴仔的教堂一片破败 都学看得直皱眉头 就当大家以为巴仔会被处罚的时候 他话锋一转 唯独巴仔遵守了规则独自完巢 所以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就在这时巴仔站出来制止 他向所有人坦白 他和其他孩子一样 都是家长帮着完成的 其实家长没有必要这样 任何一个错误都是成长过程中的经验 父母需要对孩子放手 猴沫听他这么说 主动的承认了错误 就在这时 丽莎又打过来电话 这段时间虽然利用技巧找了很多朋友 但是感觉这样很痛苦 与其和那些人虚语委蛇 还不如做最真实的自己 接连的打击让猴沫很难过 他原本想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结果却发现完全无法掌控 马基见他这样 表示应该好好地放松一下 没什么比蒸桑拿更棒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